各位一样开启那个范例档 那范例档的部分的话 请各位搞一下那个范例档的第06 枢纽分析表 打开之后的话呢 开启这个问卷调查01的这个范例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是针对那个枢纽分析表 因为目前来看 在业界呢 这对于枢纽分析表的应用 需求很大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说能够快速的把一些 可能大数 big data的这个东西 可以快速的把它图像 也就是说本来 一个很大量的资料 我不是要说到底 哪些资料是最关键的 我希望用图形的结果 让我呈现出来 所以在我们前面有个练习题 就是那个台北市的住宅切断案件 里面的话 我们很快可以把什么 把那个 这个什么 就是哪一区的切断案件最多 有没有 或哪一条路上切断案件最多 那快速把它找出来 那今天的话呢 一样类似 我们就请各位呢 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如果打开来之后 各位可以遇到第一个问题 我先把这个栏宽 先把它缩小了 也许我现在稍微 全部把它缩小 大概稍微缩小一点点 那各位这样看比较清楚 你可以看到了 里面基本上呢 冰栏到欧栏 到范围的资料呢 就是我们要呈现的内容 那也就是说呢 他今天做了个问卷 那因为问卷呢 现在很多时候都会把它存在 所谓的资料库 那资料库的话呢 很多时候 现在资料库基本上都是 观点式资料库 那所谓的观点式资料库 就是说为了要让那个资料 存在资料库里面 不会浪费太多空间 所以呢 通常会放一个什么 放个编号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里面通通都编号 也就是说呢 但问题也来了 如果你今天假设要利用这些资料 来做枢纽分析的话 很抱歉 第一个 如果你用编号 他没有办法 因为枢纽分析表 他没有办法自动帮你转换 那个资料 比如说A1是什么 B2是什么 C3是什么 不知道 那所以呢 我们可能要先做第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把A1 转换成它的性别 A1其实 你可以点选隔壁的清单 清单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A1其实是男 然后B2的话 就是16岁到30岁 C3的话是大专 有没有 那这底下都有很多的对照表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今天第一个需求 我希望呢 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帮我把 这里面所有的编号 自动转换成 它后面的那个名称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没有对的方法 或者快速的方法的话 它变成你要土法炼钢 我看过有人是这样 用取代的 有没有 把A1怎么样 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个 寻找与取代 取代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问题 你要取代多少次 显然好像不是好方法 可是如果你没有好方法 那你就会用这个方法 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觉得如果你在职场上面 用这个方法 真的会让人家觉得 不知道该怎么说 所以第一个 那所以正确的应该是什么 一般用的最多 就是用一个函数 叫VLOOK函数 VLOKUP 那首先的话 请各位先做一件事情 为了让查询比较方便的话 理论上 当然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插入一栏 然后把那个名称带一放 好像也不OK 所以像我自己想到 第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吗 干脆把问卷调查 再复制一个 所以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物件调查工作表 那复制最快的方法 就拖拉加上Ctrl键 有没有 拖拉 然后Ctrl键按住 放开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新增一个 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那第二个动作的话 请你把游标 也就是说 这个是编号 那我是希望说呢 把查出来的放在第二个 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所以我们可以把B2 先游标放在B2 Ctrl键为向右 向下 向右向下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把这个范围 悬挟按Delete 意思就是说 我先把它清空 那也就是说呢 我将来呢 可以把这个编号查到的结果 帮我放在这个储存格 这样就比较简单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让它怎么查 查询的话 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我需要用一个函数叫 卡路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用 关于那个查询的部分 那请各位可以找到一个类别 叫做查阅与参照 这个类别 这个函数蛮重要的 那其中的话呢 最常被用到的就是这个 Vito函数 OK 那Vito函数其实在Esser里面 算是相当重要的函数 如果你完全没用过的话 那不要说你会用Esser 其实Esser里面 这个我想 在工作上用到的机会 相当相当的大 那只是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用那个Vito函数 帮我做查询的动作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你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四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你要查什么 那实际上 我要查就是 问卷调查里面的同样位置 B2的地方 帮我查一下 A1 它到底 是性别是男还是女 OK 所以第一个 我先给它一个A1 第二的话呢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TableRate TableRate值的是什么 你要查的那个表 Table嘛 顾名示意嘛 就是表格 Rate的话就范围 那那个范围在哪里 在清单 所以你再点一下 清单 把A2 一直选 选到B3 那就是说呢 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 A2到B3 给它一下 跟它讲说 你帮我 A1的地方 去查一下 它是个表格 那查的话 特别是一定是查第一栏 OK 查的话一定查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栏的话是A1跟A2 那你要带哪一栏的资料 所以这个地方还有第二栏 第三个问题是说 Col Col的话 Col是指的栏 栏 然后Index number的话 指的是哪一栏 你要查哪一栏 那我要查的是第二栏 你把第二栏的资料 帮我带回来 所以这里你输入2就可以了 第三个问题说 如果A2跟A3找不到的话 那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呢 如果不要的话就输入0 理论上应该是不要的 因为如果它出现A3的话 那 它会自动去找A2 如果你给1的话 它会找接近的 那显然不对啊 我们其实如果找不到 你告诉我找不到就好 所以这里的话 理论上一般习惯 会在这边输入2 这边输入0 OK 那这样的话 理论上公式输入完毕 它会把A1查出来 告诉你它的结果是哪 这样确定 当然理论上向下填满应该OK 不过你会发现向下填满出错 为什么出错呢 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 因为如果向下填满 那我当然底下 上面这个地方是一直往下查 没错 可是问题清单不能变 清单的范围 假如改变的话 有没有A2变A3 那不对啊 B3变B4 那范围跑掉了 这记者呢 请你在这个公式里面的A2前面 2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3的前面再加一个前的符号 因为如果你没加前的符号 它范围会跑掉 所以理论上加一个前的符号 比较OK 按确定 好 那你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呢 鉴别就全部查完了 那接下来年龄怎么查 一样嘛 年龄不就是 再来一样嘛 他路函数 然后呢 再找到什么 V路函数 然后查什么 查前面这个年龄 叫B2 帮我查一下B2 去哪边查呢 去清单 清单在这里 B2到B5的范围 有没有 那一样嘛 所以你这边 B跟B2的2 加一个前的符号 B5的地方 加一个前的符号 那查的话 是查哪一栏呢 比应该是比对B栏 那查回来 这个Color Index 指的是 你要把地体栏的资料 帮我带回栏牙 那一般习惯还是2 B2 这个范围的B栏 这个范围的D2栏 那我要的是 查回来D2栏 所以理论上 这边好像Color Index都是2 那要不要找接近呢 都是0 所以会改变的 好像就上面这两个单数 我按确定 那这样应该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年龄就查完了 但问题来了 这边的话呢 当然如果你要这样做 你变成你要做 B到O 我算过大概14个 变成你要做14次 可是当然呢 理论上我们会希望说 工作效率能不能提 加快 是不是能够 我们假设说输入一次公式 上右向下就全部完成的话 那会更好 可是问题 如果你今天希望在这个地方 让这个公式更简化的话 那你必须还要学几个东西 待会讲 第一个 其实一般习惯 如果你是表格 table的话 通常那个背照的范围 我们习惯会把它用定义名称来做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个范围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这个名称叫性别 这个范围叫做年龄 那以后的话呢 就给一个名称就好了 所以待会 我们会把这个公式 再简化一下 把它改为定义名称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先用V的函数 第一个部分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那个如何定义 让它定义名称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参考了 其实在云端白板上面 的第六个单元 也有那个什么 市场调 其实是市场调查 你们找一下市场调查 问题调查其实就是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五个单元 六支五里面 就是有一个市场调查 那我刚刚打的公式 会在这个六支五里面 所以你们如果要找的话 可以在这个地方找一下 先用那个V的函数 先试着试试看 V的函数非常重要 只要你要查资料的话 通常会用V的函数 通常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